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2月6号 这边是高雄市主营区建议南村 我是吴忠臣 因为这边是高雄市文化局规划城 这边叫做一个文化保存园区 景观保存园区 名称很多 现在又有什么文创园区 什么一大堆的 这边原来是一个海军眷村 而我就是海军眷属 第二代 我父亲跟先兄都是 先父先兄都是军人 先父在海军服役30多年 我在这个地方1955年在这里出生 后面这个房子里出生 到现在62年都在这边 我不知道能不能代表海军眷村文化的人 今年62岁 都在这边 为了要研究一下 什么叫文化 什么叫文明 我特别最近看了很多书 看看专家学者怎么说 这边有真的 这个书籍竹房不及被窄 这边有文化研究 什么风云世纪 德国明镜中央百年文明思索 波尔乔雅 还有其他的那些相关论述 蛮多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图片比较多 比较 讲起来比较会有滋有味 我们一直想说 这个文化跟文明 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定义 借说 比如说我们再看历史好了 我们看看现在的 不管是中学 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历史课本 大学可能没有 大学可能上面历史课本 上面就写个历史两个字 可是从中学 中学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的封面 都非常漂亮 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定是一个古代工艺产品 不管是顶还是什么 还是雍 人那个雍或者是什么 玉器什么 他一定是用这些东西 用一个非常有名的 的一个古董放在上面 那为什么要 我就常常会觉得很纳闷 我以前从小我就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 每次要讲到 讲到西周的文化上 就要把那个顶搬出来 毛宫顶 什么顶 有圆的 有方的 有长方的 有什么的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次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拿出工艺品 工艺品不是工匠来做的东西吗 难道工匠可以代表 能够代表所谓的文明 文化或者历史吗 难道工艺技术就是历史吗 其实不是 是因为那个顶上面它有明文 明文上面就有记载 为什么要造这个顶 那这个顶本身除了它是一个容器之外 它本身有它有它政治意义 它有它的那个所谓的理器 技器理器这些东西 它有它那个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用价值 因此它就看它不是一个所谓的那个常名用具 因此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这些东西通通都 它不是实用的东西 而是一种 一种一种那个权力的象征 那我从此之后 我就开始重新重新再审视这些所谓的古物 原来这些东西都不是实用的东西 而它是它具有其他的价值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叫它叫文明 是因为它是眼镜的 文明是一种眼镜的东西 文化是一种变化的东西 但是文化跟文明其实一直一直有众说纷纭 有很多种说法 比如说英文的文化叫做Culture Culture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根据最原始的那个最原始的这个埃及那边 他们的文化是什么 跟埃及希腊这些 他们的文化是农业的英文叫agriculture 就是后面就有Culture这两个字 所以跟农业有关系 跟生产有关系 显然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 是跟这个农业生产 跟这个民以实为天有关系 好OK那后面又来了一个文明 文明的英文叫civilization 那文明又跟Culture 文化又有什么 为什么既然是两个字 那就是两种意义 那如果是一种意义 那就直接就用统一名称就好了 其实不是 这种东西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各自己见 会争论不休 其实我们来看看 你全部把它当作文化现象来看 它的演变 它的真意点 文化跟文明的区别 文化代表了人类心智的耕耘 与教育 受过教育的人 便是有教养的文明的 这样子的观点 体现了德国人对文化一词的掌握 你对自己 热尔曼文明的骄傲 却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16世纪到19世纪 早期英文Culture文化的定义 是人类教育人类心智为主 除了英法外 另外一个有文化特殊看法的欧洲国家 是德国 在德国文化也只是19世纪初 从法国传入 并与英国的定义大致一样 也就是受过教育 有教养或文明的意思 在德国文化代表的文明 或受过教育的意思 却备受争议 何谓文明 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的人 才可以称之为有教养的人 然而当时德国人 对于大部分的欧洲人一样 理所当然认为 教育等同于西方教育 并且忽略了 贬低了世界其他各民族的 国家的文化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 莫过于19世纪 欧洲各国在全世界展开 殖民掠夺之际 他们由于不了解 东方与亚洲世界 因而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解读为 几生文化是文明的 优越的 其他族文化则是不文明的 野蛮的 其实不止西方国家如此 我国以我 我国以自我为中心 这种现象也曾发现在东方出现 例如中国古代 唐朝清朝等强盛时期 同样将其他民族 视为蛮夷之邦 这个文化差异就这样 它是一种歧视 这个情形就像说 我们看到 原住民 我们到印尼 我们看他们用手抓饭吃 觉得他很不卫生 觉得他们很低度文明 西洋人看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觉得他这个也不文明 他用刀叉 这样间接地碰到食物 然后那中国人看到 那个西洋人用刀叉 笑他们说 你们根本就是野蛮的 还用刀子 还用叉子 我们用筷子解决一切问题 这就是 这就是各层己见 这情形就像什么 我开玩笑 我说最近我们这一家 既然说有以租代户 很多艺术家得标 然后要进驻 我发现到那些艺术家 都是这个形象 仿佛这个就是所谓的艺术家的 这典型形象 这是我画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笑 艺术家穿制服了 有固定形象 这这样的情形就像说 那个 以前人李西装头 穿西装打领带 就表示他是一个 成功的 或者是有教养的 或者是礼貌的人物 其实 这个刚才讲的 欧洲人他们最早以前 把所谓有教养 那些人他们是把他 那是基督教文明 他是认为说 那个因为他们当时的 那个最重要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点击 我们讲的 Bible Bible的这个字 我们叫圣经 其实Bible的 那个原始的这个字 就是book 就是书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其他的书 就是这个书 仅此一本 也就是Bible Bible的意思就是 他的语根 就是book 就是书 也就是说 你就像当时 欧洲的这个基督教 只有传教士 神职人员 才会看圣经 其他人只要来这边 跪着那边祷告就好了 听神职人员 拨落拨落 不知道讲些什么 念什么咒语 是这样子的 欧洲的文明 是这样子产生 跟这样子延续的 而当时的 大部分的 常名字 只用口语 没有文字的 不是字 文盲 文盲占了90% 只有那些传教士 他才知道 传递文明 只有靠他们去书写 他们去读拉丁文 所以这个跟中国 很不一样 当然中国以前的文盲 也是 也是占了90%以上 真正的延续文化 好像只有一些 读过书的人 所以我们讲说 读书可以明理 其实未必 现在学历高的人 跟明理的人 不能画等号 学历越高的人 好像越不明理 越糟糕 我就看了 连很多人都开了兵式来 这边放狗大便 我说你 我跟那个狗讲 你把你那个狗牵好 将来把车子开走 把你带走 我是跟他那个狗讲 这就是文明 根本是什么 为父不仁 然后也看样子 他样子 好像很受过教养 穿着名牌 什么狗屁 在我看来全是狗屁 那就是文化跟文明的差异 就在这个地方体现 具体的体现 那其他的 像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文化研究 最早是英国博明汉大学 那个霍加尔 霍加尔那个 他首创的1964年 也就是民国53年 才开始有人提出来 文化研究这个专题 他在1964年到1970年 他是他首创的 接下去他在英国的 那个博明汉大学 他是英国文学系的教授 系主任 然后他提出来说 要从这里面分离出来 但他的所谓的文化研究 主要还是在文学 就是英国文学 就英文 以英文为底的 他只认为说 从文学里面 可以挖掘出很多文化的 这个议题可以研究 然后他的继任人是叫霍尔 这两个都算是经典人物 之后在德国的那个 法兰克福学派 他又有一些新的这个看法 之后就有再有 美国这边的人也加入了 然后后来就有 就认为说 大家有一阵子 大家都很推崇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的时代 就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时代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人 几乎都是文盲 三餐不济的状态之下 这个饥寒交迫 所以他们要用革命手段 来推翻资本家 他无产阶级革命 那一直沿用 一直沿用像中国大陆 他现在早就已经修正 修正到不知道什么版本去了 那俄国因为苏联 因为引用了这个 实验了这个共产主义 结果后来到 到叶尔辛的这个时代 把苏联解散 解散了之后 当然很多小国 苏联中间很多小国就破产了 也过着季寒交迫日子 回复到原来了 所以有人认为说 共产主义还是伟大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是有一阵子 学术界流行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 或者是后马克思主义 其实他也仍然推崇了 马克思当初的这些操作的这些思想 因为马克思几乎可以领导一切 从政治经济 因为他主要是以经济资本论 以经济来切入 因为要有政权 你才能够实行所有的政策 当然他也批评了文化艺术等等 几乎无所不包 以一个犹太仪的德国人 最后还被德国驱逐出境 以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引发了世界大 世界这样子为这么大战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 可是有人讲说 共产主义都是贫穷落后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才奉行 现在已经没几个了 剩下各位数字 五个指头都可以算得出来 数得出来了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是 都是贫穷落后 除了中国大陆 因为富强康德 是因为他们是修正的 所谓的共产主义 不是纯共产主义 而且后马克思主义 讲的是什么 是因为工业革命早就结束了 现在的工人早就已经提升了 已经提升他的那个社会地位 然后也提升了 他的收入已经不是极寒交迫那一组的 那还要用以前那种手段 来做这些革命吗 等等等 他是研究这个东西 他认为说 现在的 现在的那个争论 已经不是劳资这个争论 而是意识形态 OK 意识形态 这四个字 非常的让人觉得 像中国大陆 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 三十年前我去的时候 我吓一大跳 里面有统战部 有宣传部 有文化部 你问文化部的部长 他什么也讲不出来 你问统战部的 统战部跟你讲的东西 都是你早就听过的 那宣传部呢 宣传部的人 他只是一个大喇叭 传声筒 他根本没有什么思想 再来我看到 那个落后 平常农村的小学的 那个黑板上面挂了 四个人像 我真的觉得奇怪 只有最后一个人是姓毛 其他是马恩 烈死 三个人都是 都是留着大胡子的外国人 我说奇怪 你们平常落后 跟这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是难道是外国人 把你们搞成 那么平常落后的吗 所谓新马克思主义 有的时候 很多 刚在台湾 有些学者在研究 还写文章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他说 新马克思主义 又要共产主义 要复辟 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新马克思主义 所以他讲的是意识形态 他认为说 马克思的那一些基本的架构 还是存在 但是呢 他已经不是那样子的斗争方式 阶级斗争 那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 也是他提出来的 可是后面的东西 已经不是工人 已经不是无产阶级 他也有产了 有中产阶级 有那个 他已经不是完全弱势 有工党 各国有工党 什么什么等等 像台湾有一个什么时代力量 一下就 就 就就占领了半边天 等等 这些其实 其实讲 讲简单一点 就是意识形态 的斗争 那其实这文化现象 我觉得觉得这个 很有趣 那当然其他人研究 研究这个文明 百年文明始祖 他还把那些什么 像比如说西皮 反战 和平 还有电脑的兴起 等等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种文化现象 以我这个1955年出生的来讲 那个微电脑发明人 那些人 不管是苹果的 或者是这个HP的 那个惠普的 或者是 比尔盖茨这些人 这些人的年龄 都是跟我同龄的 都是今年 大概是62岁 63岁 如果是60岁 66岁以上 都算老人了 这些人发明了 这些人也都没有什么高学历 都高中毕业 或者是大学艺业 就在车库里面 就闯出一番名堂来了 所以我们 我在想 前几天我们这边 因为大搬家 所以我清楚 很多东西了 我一看到 看到人家 那个丢杂的东西 有那个5又4分之1英寸的软碟 floppy disk 现在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年轻人根本没看过 可是当年我们在学电脑上就这样 还有三寸半的软碟 现在也已经很多电脑 新的电脑都不支援了 就算你有软碟 你有东西 你也读不出来了 因为他不支援这个软体 那你现在都是用USB吗 有些大陆人叫做U盘 大陆在硬碟叫硬盘 软碟叫软盘 现在那个USB叫U盘 或者叫优碟吧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还有那个录音带 卡式录音带 夹式录音带 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那种录音机了 CD到DVD 慢慢的可能将来还会有什么新媒体 不知道 这些东西 像我的手机 从那个电话 室内电话摇的 然后到这个手机 然后到智慧型手机 他这个都是在这么短短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间 迅速变化 你今天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一个清朝人 我们要演一个清朝电影 他穿清朝的衣服 扎着辫子 OK 就很清楚他的 那就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文化的现象 清朝人或明朝人 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很明显 可是现在如果你要讲现代 如果说我们要讲说 60年前还可以 大家穿着关刀里的西装 穿着那个西装裤的裤脚 还翻上来 折这么一道 那个裤子 男人的西装裤 前面一定要弄两个折子 小腹那边要弄两个折子 现在你穿这些东西出去的时候 你都觉得 你简直老旧不堪 以前流行香槟鞋 现在这些 其实这些所谓的流行 Fashion 时尚 其实它通通都是一种现象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 我们再来讲说 讲到抱扑子上 我们讲说抱扑子 就是因为它建树抱扑 它不跟着流行走 不跟着流行走 如果是虚幅的流行 也就是所谓的 浮面的文化现象的话 像比如说西皮 比如说热门音乐 像比如说摇滚 我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 因为那个东西 还有太强烈的声光 我都没办法接受 因为那些东西 它没办法让你产生内心的平静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文化现象 同样的 刚才讲说 不是这样子的人才会搞文化 才会搞艺术 建树抱扑的人一样可以 可以从事文化艺术活动 但你文化跟文明到底要怎么区分 我这个其实我就书看了很多之后 包括布尔乔雅 布尔乔雅是一个 简单讲也是一个百年 百年多来的文化的眼镜 我们不能讲文明 在一种演化 所以说我们讲说 这个最有趣的现象就是 就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现在是一个显学 可是这个显学是暗房里抓黑猫 你根本抓不到 你抓到什么是什么 瞎子摸象 因为未来的趋势 谁能够预测 谁也不能预测 那能够 是不是能够用以前的经验 来推到后面的发展呢 也不行 你只能跟着潮流走 顺流而下 它流到哪里去的时候 会发展成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 像当年U盘的时候 USB的时候 我自己设计电脑的时候 我说这个东西将来不会流行 太粗糙了 就那么四个铜片来导引 有更精密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现在那些东西都淘汰了 所以有很多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事情 最好笑就是 我以前设计的时候 我用那个三寸半的磁碟片 我画了很多图 有一千多张 结果有一阵子 我在担任高层管理的时候 我没有在最低阶的单位下 下去画图设计的时候 我那些图拿来都读不出来 因为新的电脑已经不支援这个了 在情绪上说 你现在还在用286的电脑吗 CPU是286的吗 不可能吗 你看这个电脑 这个一直在改变 你只能够什么 跟着潮流走 如果说你一旦脱节两年之后 你可能就老旧 不堪 在情绪上说 跟我童年的人跟我聊天 我觉得他们言语无畏 而且面目可真 原因就是在这里 是因为他没有跟上时代 而要跟上时代 这是非常是困难的 并不是说年轻人流行什么 我们就跟着他流行 像比如说我不去夜店 我也不吸毒 我也不做任何的 那种所谓的那种不良嗜好 但是流行 但是我不跟 我有我自己恒定的想法 同样的 什么人可以代表海军眷村文化 什么又是海军眷村文化呢 还有这边到底是不是海军眷村文化 这其实都是一连串的问号 以上吴忠仑跟各位提出问题 我们有解答 请各位及时广益 谢谢各位 请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